各位媒體朋友 我這邊要接續林總嵐教授這邊的說明 那我今天要報兩個料 那今天在馬總統的記者會 有第一個提問的記者有問到國安機密報告 那後來馬總統的回應是避重就輕 說他要再去了解 事實上我相信在場有一些媒體記者應該已經有拿到 這份國安單位所做的機密報告 是有關於開放資訊服務跟二類電信所會引起的國安疑慮 那在國安單位的機密報告裡面是說 這會有資安跟國安的疑慮 所以他們當然不希望開放這項業務 但是顯然的 我們國安單位所做的這個報告是被刻意隱匿 以及忽略 但是最後還是內部有人把它露出來 那如果正如果如NCC所說的 這個開放二類電信是屬於特殊業務 不會有這個資安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國安單位會做出一個 這樣的國安疑慮的報告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料我要報的第二個料是 國內的龍頭的電信業者 我本來是不想要報這個料 那因為這是一個這個業者的極高層 告訴我的 在一個研討會裡面主動來找我 因為我在媒體上面去批評 批判二類電信開放的問題 之後他們內部做了一個極機密的評估 那得到的結論是不應開放 因為會有資安跟國安的疑慮 他們做了這個這個機密的評估報告 那他主動來跟我講 說他們認為我講的才是對的 那他們內部的評估也是得到這樣的結論 所以不應該開放 但是他們這個內部的評估是很機密的 因為他們怕被NCC找麻煩 那我今天要講 就是說雖然這位朋友 他私下是跟我這樣講 但是我今天為了要擋住福茂 這一條以及很多其他不合理的 我必須要把這個公司講出來 就是國內的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的 中華電信的副總級以上 包括總經理跟董事長 都是可能告訴我的人 那你就算 你算一下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總經理副總 你加起來不到十個 可以去跟他求證 跟他們求證 他們跟我講的 那為什麼如果說照NCC講的 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這兩個單位 一個是國安單位 國安局 一個是國內的龍頭 中華電信 工股成分非常重的 他的董事長是 官部門交通部指派的 都會做出一樣的結論呢 那我們認為開放資訊服務 跟二類電信這兩項加起來 所會引起的各支的外洩 以及網路活動的掌控監控 是會非常嚴重的 那特別是在 我在先去年就提出來的 機房外包 現在所訂的這個條文 是可以中資業者是可以做 機房外包的業務 也就是其他的電信業者 把機房外包委託給中資業者 那這時候他可以得到的 個資跟網路的流量 資訊會有多大 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最後要講的是 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美國、日本或歐盟 會允許中資業者 去投資他們的資訊服務 或電信業務嗎 無法想像 事實上 我也在公聽會裡面 要求NCC 找出這樣的個案 結果過了這麼多個月 沒有 NCC說他還在找 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個案 也就是沒有這樣的業者 沒有中資業者有辦法 投資這些國家的資訊服務 跟電信服務的業務 事實上連買中資業者的設備 都有疑慮的 也就是我們說的貨帽 要貨帽要買通訊產品 都有疑慮的 怎麼可能讓他服貿 就是讓他中資的業者去